等於大概八月七號,要找一位專家來講解 就是講這個比卡索 但是這塊不是真的啦 如果真的比卡索的話,大概不知道價值的話 它是一個複製品 應該是一個戰爭和平的一個海報的一個作品 這是一個和平歌 然後相片你可以看到,武器都把它弄壞,破壞掉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愛心 這是比卡索畫的 但有時候有的人認為比卡索 這個好像隨便這個筆觸非常簡單 但是它這個涵蓋的這個意思 可能我們假如有機會來聽聽專家和老師的講解 人就會得到很多 這是這一個 這是講到比卡索 好,那我們最後一個展示就是亞洲 這一個是壓力的 那就緊張 當然 那麼多指導 我們要求 我們可以 感谢观看